大家好,我是老何 今天由我太太Mona来给大家烧一道私房菜炒土豆片 真的是私房菜 等等,别走 不要因为我说炒土豆片话音刚落你就走了 千万别走 药领还在后面了 这个土豆片跟人家的土豆片是不一样的 我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全网都搜索了 没有一家的土豆片是跟我们家这样做的 把油锅烧热 尽量烧热一点 然后倒油 倒油以后马上放干辣椒和盐 记住,一定是干辣椒 你家这道土豆片的特点就是 滴水不沾 土豆不沾水 不焯水 连切土豆的刀都要擦干 然后在炒土豆的过程当中 因为是不加水的 所以盐早点放 早点炒,早点拌匀了 让盐也可以融化出来 接住土豆本身的水分 为什么不加其他辣椒 辣椒酱 或者是新鲜辣椒 都不行 一定要保证它的干燥性 所以一定要用干辣椒 这道菜如果用新鲜辣椒炒出来 都是另外一种味道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问 那你土豆淀粉这么多 炒着炒着会粘锅怎么办 很多视频都教大家 炒土豆片之前 一定要先过一下水 把表面的淀粉给冲掉 然后再炒 就不粘锅了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土豆片 好吃与粘锅之间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你如果洗了 可能不粘锅 但炒出来的味道 是完全两样了 就不糯了 炒完以后就放点味精 拌一拌 关火了 就行了 看锅底已经粘了 锅底已经有点糊了 没关系的 到时候锅子水里泡泡就洗干净了 但是土豆这样子炒出来 就是又糯又香 你不管是下饭 下米饭 下西饭 早上下西饭都很 这就是锅炒出来 就是这个状态 这是正常的 但是土豆片本身 非常完美 就这么简单 里面只有盐味精 干辣椒 尽量把它炒 边缘有点黄 把锅底下放上 就能够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炒掉 再硬